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参与 由愚弄自然护理署举办的 有你宠爱 宠物领养日 请支持宠物领养 有你宠爱 我相信有种扒俗两森女的动物的主人 都会知道 其实动物他们有一定的情绪 或者他们不是像猫猫狗狗 会摇头摆尾过来找你 但其实他们是认得人的 请支持宠物领养 有你宠爱 支持领养宠物 有你宠爱 养养兔仔 我们都会有一些训练的课堂 希望将一些正确的养兔仔的经验 和一些知识 可以经过这个课堂里面 介绍给他们 支持宠物领养 支持宠物领养 有你宠爱 支持宠物领养 有你宠爱 例如我们有24小时的动物拯救服务 大家还知道我们有个教育团队 我会考虑收养小动物 因为我们本身家里都很喜欢动物 尤其是猫 叫做唐猫 或者我们叫家猫 它们其实是一些混了种 不是纯种的猫 就是因为它们混了种 所以通常健康是比较好的 支持领养动物 有你宠爱 但是其实这些成猫成犬 我们都应该给了一些机会 为什麽呢 因为它们已经成长到某个岁数 它们的所有行为 性格都很稳定 支持领养草物 有你宠爱